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里 农民们在地主深重的压迫下 过着贫困的生活 地主剥削农民的种种恶毒手段 真是说也说不完 这里只讲一个小小的故事 就说这个地主吧 他叫周八匹 长工们受苦受累的给他干了一年活 工钱还一个没拿到 你看他又在出什么鬼主意了 老头子 眼看快要完工了 难道这一笔工钱真要给这帮穷鬼 你也该想个办法了 办法吗 早就想好了 我已经跟这帮穷鬼说过 鸡一叫就下地干活 不许耽误 要是不干 那这一年的工钱就一笔都消 我要让他们累的干不下去 自己滚蛋 那你有什么办法呢 看看这一笔房的功能 也没有人 起来 起来 鸡都叫了 妈 累死我了 这只温鸡早不叫晚不叫 刚躺下它就叫了 起来 快起来 这只温鸡早不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兔崽子 走 鸡都叫了 还想睡觉 下地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人家的鸡天亮才叫 这只温鸡 每天晚上刚躺下 他就叫了 他一叫 周八皮就要咱们下地 是吗 周八皮真是要咱们的命 我看 这个里边有问题 我看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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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